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单元是为使命而走的建真 那建真和尚呢,他传佛法到日本去 他有这一个了不起的这个旅行,我们来看一下 请注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建真的生平 建真它这个是在西元688年的时候出生在扬州 然后到这个扬州的大云寺做沙弥生 受菩萨戒,然后一路到各地去学习 那建真的这个学习过程呢 让他这个对佛法方面有很长的这个长进 那因为他呢,勤学好问 然后不拘泥门派,这点非常重要 我要提醒同学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除了学以外,要记得要问 因为你问对的问题就可以找到好答案 很多同学都不敢提出问 那提出不敢提出问,你闷在那里 你就会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问,那老师就会告诉你 那如果老师对这个答案不了解 我回去找答案告诉你 因为你不问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没有问题 那这样你就丧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建真呢,他就是问 他就去找出答案 问答,问答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不只学佛法 他也在建筑会画医学上面 他都学,所以呢,他回到了这个扬州的修行以后 没有多久他成为当地的佛教领袖 那受他这个传法的人 据说有四万多人 那这个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修行者 在唐代的时候呢 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 所以他有定期的又不定期的会派这个叫做浅唐使到中国来 那这也是经过这个当时唐朝的这个政府同意的 这些叫做留学生或是留学生 他们来学东西 那当时日本呢 佛法传到日本已经有大概一百五十多年了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形成制度 或是说很乱 那所以呢 就想找中国的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大和尚到日本去传法 那其中这个有两个日本的留学生人 那他们就到处去打听谁有这样好的学问 谁能够传真正的佛法 那他们到处问 问到了扬州呢 找到了这个建筑和尚 那建筑和尚的这个弟子们 听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留学生讲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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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人要坐着这个靠风帆动力的船 到日本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旅行 都没有人愿意说去 大家都不敢 因为那个那个行程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有可能不小心就会这个传承命绝 没有人愿意应 只有见真说 好 我去 那 因为是为了传佛法 他说和习生命 所以就利益要到日本去传法 那他前后经历了这个六次才成功 那在他第五次的时候呢 第五次还是遭受到这个 当时还船还离这个 中国的海域不远就遇到风 这个暴风 然后他们的船几次的这样的一个不顺利 在第五次的时候 他说他见真就发一下誓愿 他说我到日本国这个本院不睡 他坚持要去日本 那第五次这个船遭难的时候 人是被吹到广东这边去 那在广东因为可能天气热 水土不服 加上这个旅途劳顿又累了 那被庸医所误 所以他导致双目失明 你想想看他年纪那么大了 然后又失明 这个这个打击对来讲是很大 可是呢 见真大师呢 因为他在这个先前游历了整个大半个 就是大半个中国 所以他的名声是非常大的 那到了西元753年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家 然后又双目失明 对他来讲 要再出门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日本的浅唐使也打听到说 因为见真大师的这个修行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符合他们的需求 再次的去求他说 请见真和尚跟他们一起回到日本去 那当时的环境里边 唐的这个唐帝国的这个国教 几乎就是道教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玄宗本来想派道士到日本去传 那可是日本说我不要请道士 我要学的是佛法 所以因此让唐朝廷不愿意有大和尚去传佛法 那见真只好偷偷的跟着日本的浅唐使 搭着他们的船回到日本去 那他带去的这个东西呢 包括佛经 包括艺术品等等 那真的在第六次才让见真成功的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后 受到当时的孝谦天皇跟圣武太上皇的这个隆重礼遇 见真被日本天皇封为叫做传灯大法师 也尊称他大和尚 那在这边跟各位提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来讲 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出家人 我们都说和尚和尚 其实和尚这个词是有另外的含义的 和尚是要他本身的学问 跟他的这个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才能称和尚 一般来讲看到这个出家人 男性的称为比丘 女性的称为比丘尼 所以你通常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把和尚变成有点贬义 其实不应该 他应该是一个有修行有德性的这个出家人才叫和尚 在这边跟各位特别提一下 那见真也被日本称为日本律宗的出主 因为日本的这个佛教传人其实是很乱 所以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状况 那见真去了之后 才把他做的规范 因为有日本天皇作为他的后盾 所以日本的这个传佛法都以见真的这个规律为一准 那这个见真呢 在日本在奈良建的这个叫做昭提士 他在这个造提士呢 原集 他入灭之前 就是他原集之前 他的弟子为他述了一尊这个 用七戏做的这个像 那流传到今天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看到的见真图 见真的图像 都是那一尊七戏的像 那在西元七六四年的时候 孝前天皇把这个造提士扩建 所以呢 到今天变成日本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国宝建筑 因为他的这个 寺院建筑 当时见真一准的是唐代的这个寺院 所以他留下来 我们今天要看唐代的建筑是长什么样 是什么样的规模 那就要到日本去看造提士 因为他在建真在日本建立了严格的戒律制度 让日本的佛教走上正轨 那因为他的这个戒律严明 所以让日本的佛教有所依 所以今天来讲 见真跟他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 成为当时的京都 就是他们的古都六宗之一流传到今天 那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而且 他的这个传法到今天都还有影响力 我们来看一看 请问各位 你来想一下 在建真和尚的故事里边 他的旅行故事里面 他的这个 充满了这个波折的行程当中 你体会到什么 那 请问一下 请想一想 为什么唐朝不愿意见真法师到日本传话 那 如果你有机会到日本去旅行 有哪些古迹跟哪些文物 是值得你去找找 去看的 请 大家做 课后的这个体会 好 这个单元就到这边 去看